中美貿易正在談判桌上進行協議 中共實施的互聯網審查制度 形成的貿易壁壘似乎被遺漏了 中共屏蔽或阻攔了外國的互聯網競爭對手 日前 美國學者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說 在中美貿易的談判桌上 美國應該要求中共開放互聯網市場 否則就拒絕中國公司進入美國市場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吳修明 2月4號在《紐約時報》發表署名文章 文章指出 在中國和美國展開高層的貿易談判時 談判桌上遺漏了准入中國的互聯網市場的議題 文章說 中共屏蔽了幾乎所有重要的 外國互聯網競爭對手 包括谷歌、Facebook、維基百科中文版 Pinterest、Line、Reddit和紐約時報 甚至連英國卡通小朱佩奇也時常遭審查 而中國公司的騰訊和線上零售商京東等 卻在美國大規模的拓展業務 文章指出 中共以保護公民 免受其它國家所謂有害資訊的侵害為口實 長期的以政治問題為由去實施它的審查制度 然而這種審查制度卻是非常有效的貿易壁壘 它真正的目的似乎是在保護中共本土商業利益 文章強調 目前全球互聯網經濟規模至少達8萬億美元 而且在持續增長中 但是在中美貿易談判中 美國政府卻關注了製造、技術轉讓和農業 似乎沒有在這個議題上迫使中共讓步 文章說 十年來 中共的互聯網企業能取得巨大的增長 是因為不受美國、日本和歐洲競爭的影響 目前 全球市值最高的20家互聯網企業中 中國佔據9席 中共互聯網企業能有這種增長 它背後的原因應歸功於審查制度的維護 文章提到 中共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 同意進行廣泛的服務貿易自由化 包括資料處理和電信服務 但是 中共的互聯網政策 完全毀棄了當初入市時的承諾 並利用美國開放的互聯網市場做不對等的貿易 從2001年開始 到現在它實現了幾條 一條都沒有實現 文章結問說 如果一個國家不允許我們在它那裡做生意 為什麼要允許它在我們這裡做生意 此外 貿易政策的基本原則是互惠互利 在互聯網經濟方面 如果美國單方面解除武裝 就是在被中共愚弄 文章作者認為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 並擁有最重要的互聯網行業 美國應當利用它的優勢地位進行談判 如果美國想要在貿易上對中共強硬 就應當要求對中國互聯網市場的有意准入 否則就拒絕中國公司進入美國市場 那不明真相 它統治愚弄百姓 那就更加順利了 湖南維權人士袁先生表示 他支持美國對中共採取強硬的貿易措施 但是 要求中共開放互聯網市場 他認為達成協議的可能性不大 這些種種醜惡和災難 全部都是大白於天下 那麼那個政權的合法性在哪裡 所以我認為這一點上應該是底線 是不能改的 堅決不會改的 前香港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 善仲潔表示 他認同美國的做法 對於開放互聯網市場 中共即使不能完全接受 也應該局部開放 據《德國之聲》2月12號報導 中共互聯網龍頭騰訊將投資1.5億美元 入股美國用戶量第五大的社交網站Reddit 外界擔憂Reddit也會遭受中共的網路審查